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又是跟Eddie House的合作影片 主題就叫做用化妝由世界 要用韓國的妝容、歐美風的妝容 和一個自選地方的妝容 做一個化妝的分享 這次是第二次的指定任務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看下去了 好,我們的用化妝由世界第一站 帶大家由香港到韓國 好,我們先回來這個素環的妝容 這次想和大家打造一個比較韓系復古的妝容 我們就會用這個Jelly Bowl Blur Balm 去做我們的底妝 我自己用了這個Burl Balm 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用這個印的方式去上 出道理的效果是自然和很貼服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買了這一款的Cushion 就記得這樣上 好,我們上完粉底之後 就會用這個唐老鴨的碎粉去定妝 我之前都和大家也介紹過 它的粉質非常幼細 也不會令我們臉白了一塊 所以我平時不會省著用 我會大範圍地上整整臉 同時也會上在眼皮上做一個眼妝打底 然後來到眉毛 眉毛方面我會用我平時用的眉筆 畫我自己的眉型 同時也會加長眉尾的位置 令我臉看起來沒那麼大 然後來到眼影 又是選了Rosey Wine的眼影盤 這次終於綠眼了 眼影盤裡的顏色偏淡 所以畫出來的感覺會偏向輕淑淚 你看到我現在在塗淺粉紅色 做一個眼皮打底 打完底之後 我們會用到Strawberry Blossom的眼影盤 它裡面有一個比較深色的粉紅色 加在眼尾的位置做一個層次的感覺 然後我們會用深啡色去塗上眼尾的位置 然後會用到一隻大閃粉的粉紅色去打亮整個眼皮 然後也不要忘記我臉的位置 好 接著我們會用深啡色的眼影 去做一個眼線 我們塗一塗 睫毛和睫毛之間的空位 還有拉長一點眼尾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畫完眼線之後 就會夾一夾眼睫毛 我們夾完眼睫毛之後 就快快手塗這個Mascara 這個Mascara之前也跟大家推介過 它就是Curve Fix的眼睫毛膏 哇 眼睫毛已經完成了 胭脂的部分 我會用到之前推介過的Daisy的胭脂 去做 我真的超喜歡它這個白淚透紅的效果 而且因為它沒有珠光 所以看上去也是自然很多的 完成了胭脂的部分 之後就會來到打陰影的步驟 真的非常之重要 除了鼻樑兩側的位置之外 鼻樑和眼之間的位置 也要上陰影 之後又到我這個麗牌的動作 就是上陰影在臉上 上陰影的方法 通常都是好像在畫三字 上完的陰影怎麼少得光影 光影的話 我們就會上T字位 還有下巴 還有蘋果肌對上的位置 還有眉骨的位置 上完晒陰影和打亮之後 就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唇膏 唇膏的方面 都是用Better Lip Talk系列的唇膏 而這個顏色就是比較淡的粉紅色 塗上去的感覺就會比較溫柔 我們主力把唇膏塗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就像我現在這樣 用掃子推開邊緣的顏色 好了 我這個韓系小姐姐的妝容就這樣完成了 那要配合韓系的造型 我那天電了一個韓式曲法 還有準備了一些韓式的小飾物 然後就配合造型 我整個韓式的打扮就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半點像韓妹 雖然未必像韓妹 但是我自己就很滿意這次的造型 好 帶大家去完韓國之後 就去美國 挑戰一下這個歐美的妝容 好 首先我們就化了底妝 底妝方面 歐美妝的妝容是偏向牙色 那我就會用這個Double Lasting Foundation 去做一個牙齒的妝感 因為這個粉底妝其實也不算容易推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跟我一樣 用印的方法去印開粉底妝 好 接著我們一樣用這個糖露鴨碎粉 去做定妝 好 接著就來到第一個 我覺得歐美妝很重要的地方 帶眉毛 歐美妝的眉毛比較靈國分明一點 而且顏色也會偏向深色一點 所以這次化這個眉妝的時候 都比平時用大力一點 令到顏色更出色 接著眉毛的部分 就要記得強調尖芝麻 令到看上去的時候更靈國分明 就因為我本身用的眉毛太淺色了 我自己就用了另一支眉毛 去加深一點顏色 然後就來到眼妝的部分 我會用到這個Chili Moon的眼鏈盤 首先我們會用上角的淺啡色 去做一個眼皮打底 之後我們會用右下角的巧克力 去做一個眼部輪廓 因為大家都知道歐美妝比較濃一點 所以我們就需要少量多次 慢慢表現漸變的效果出來 然後我們就用麵包盤裏面 一隻大有閃粉的白色 去塗在眼皮的位置 同樣我們也要少量多次上這隻的閃粉 這樣就令到它閃的效果更加突出了 不要忘了我塗位置和眼頭位置 都要上一點點閃粉啦 好 眼影的部分就終於完成了 接著我們也夾上眼睫毛 好 接著我們就到了歐美妝的氣溶 就是那條向上釀的眼線 大家如果和它一樣 化歐美妝的經驗不多的話 在你畫眼線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加一張膠紙 在你眼尾的位置 去幫助你量度你畫的位置 上上眼睫毛 眼妝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胭脂的方面 一樣都是用Daisy的胭脂 我們塗的方法就會有一點點不同 你會看到我塗的位置 是比起我平常塗的位置 高一點點和偏側一點點 然後就去到光影的部分 光影的部分真的是歐美妝的重點的重點 我們需要在T字位、眼角、蘋果肌、下巴等等的位置上了光影 然後就到了打陰影的部分 一樣都是用我剛才教大家的方法去上陰影的 但是這次就會再重手一點點 因為歐美人的五官是特別明顯的 所以我們在下鼻影的時候 也要重手一點點 來到最後嘴唇的部分 我們就會選擇一個比較深色的唇油 我現在在用這個 就是我之前介紹過的Dear Darling Littina 我正在用這個顏色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紅色 這個不是很歐美的歐美妝就完成了 帶完大家去美國之後 就帶大家回來香港化這個港美妝容 因為礙於香港的天氣環境的影響 其實很多香港女生都不太喜歡化一些比較水感的妝容 因為真的很容易使用 所以我這次也是用這個Double Lasting Foundation 去做一個比較壓制的妝容 然後一樣就像剛才那樣上水粉去定妝 那說風的妝容 就沒有特定畫 調味一定要怎樣畫 基本上都是順應自己的眉型 填一些洞洞洞洞洞便可以了 眼影方面 我們這次也是用這個麵包盤 我用的顏色就是一個偏橙的淺啡色 先去做眼部打底 然後我們就會用到眼影盤裡的一個深啡色 去做眼眉的位置 去加強眼睛的深水感 好,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啡色去塗這個眼尾的位置 同時我們也會塗一點在這個下眼線的位置 因為港風的妝容其實是流行一個全框的眼線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不是太適合畫一個全框的眼線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眼影去做這個替代 眼線方面一如既旺 我也是畫這個內眼線 但是這次我們就適合港風的妝容 通常不會拉長眼尾的 我們就輕輕畫內眼線就算了 然後我自己忍不住 也是加一點閃粉在眼中央的位置 去做一個小小的體量 然後就是這個夾眼睫毛的步驟 一樣都是這樣,沒什麼特別 然後在睫毛膏方面 這次我用了一個纖長的眼睫毛膏去做 因為港風的妝容都是比較喜歡跟跟分明的效果 所以我們只要慢慢拉長眼睫毛就可以了 然後腌脂就用上影片介紹過的blossom cheek去做 算少的題外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到giveaway 如果還沒參加的話 也可以快點按下我相關的影片參加 8月31日就截止了 上完腌脂,趕快打鼻影 還有T字尾蘋果機等等的位置上上光影 最後我們在最純上上這個betalip top系列的粉紅色 我們這個港風味的妝容就完成了 髮型因為我出了汗的關係 已經變得…唉…沒眼看 話那麼快就完成了三個妝容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妝容呢 記得留言跟我說 還有真的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之後如無意外都應該會有投票的 到時也請大家多多幫忙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個like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開個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XD